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彦淳 欢迎收听 欢迎收看听了才知道 今天要跟大家聊题目非常重要 是台积电供应链里面最赚钱的军团 IP系制裁的需求大爆发 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 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 今天来宾是财信双周刊的 传组委员上清凌 欢迎清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上清凌 上清凌是我们上流的主讲人之一 今天很开心可以欢迎他 带到我们的听了才知道节目 因为他这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大家都知道最近台股涨很多 台积电是领头羊 对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但台积电供应链里面 当然也是跟着涨 整个供应链都跟着涨 那供应链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族群 它几乎是千金股的制造机 就是IP系制裁 但是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什么是IP系制裁 股价涨很多 但大家可能都不晓得 完全都不懂什么叫系制裁 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 财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 带大家一起追踪 全球震惊局势 以及了解产业状况 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 不论你是加入 频道会员 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 都能够支持我们 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 到底什么是IP系制裁 它是以前就存在的产业 为什么最近会爆红优势在哪里 就是要请清零帮我们好好地分析一下 我在课部之前我要用一个形容词 假如一个国王的皇冠 IP就是上面那个最大的宝石 真的 对 关键位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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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多值钱 对 然后再讲一下什么叫IP 我用念的大家一定都听不懂 我先讲用念的 解释名词 IP是经过事前设计 通过验证的指令功能 IC设计厂商直接透过授权把它买进来 然后在晶片研发上 就不用从头到尾一手包办 大幅降低成本跟时间 你讲了每个字我都听得懂 但放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 我都听不懂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复杂了 所以我干脆用形容词 因为我们去过工研院 然后我们透过工研院 然后工研院用比较简易的方式 帮我们提醒 他说如果IC公司是个交响乐团的话 那各种乐器的演奏家 就像个IP公司 然后我们要把它找进来 现在最流行就是我们要找到对的人 对的演奏者 然后会让他的交响乐团 才会发出最好的功能 然后那些公司就是IP服务公司 我稍微斥着来理解跟解释一下 就是说IC公司就是一个交响乐团 那他为了客户 他必须要奏出不一样的乐章 因为客户的需求都完全不一样 但他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找很多的演奏者 各种乐器的演奏者就是IP 对 但是因为一下要找太多演奏者 不是很容易 必须要请别人协助 所以就出现了IP服务公司 对 协助找这些厉害的演奏者 把他们抠起来之后 再交给IC公司这个交响乐团 对 然后才能够弹奏出他特别专属的音乐 所以基本上IC公司IP跟IP服务公司的分工 大概是这个概念 对 那基本上一个IC板块上面的技术层次非常多 每个技术可能都是一个IP 但是因为现在IC越来越复杂了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不要透过这个复杂的说法的话 纯粹讲说为什么现在IC设计需要购入IP 就是因为以前的晶片是很单一功能 对 然后现在的晶片是含太多东西了 对 对 它可能要传输 然后它可能要电源管理 然后它可能需要土档音效 什么都要包含 所以它就要 它不可 它只会做它擅长的部分 那剩下部分它就用买 也可以节省时间 所以以前一颗IC可能功能比较单一 现在要多工了啦 所以IP也要变多 那变复杂之后就需要IP服务公司协助 对 call这些东西来 就等大家一个分工变得越来越细 这样的概念 好 我们大概理解了这样的上下有关系之后 那我们就要很好奇想问 因为IP公司其实并不是一个突然发生 或突然出现的产业嘛 那它为什么会 最近可能的话题很多 然后股价又非常暴高 最重要最重要只有一点 就是因为现在半导体已经走到先进制程 演算法越来越复杂 对 然后晶片越来越难做 对 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IP做协助 来做缩短时间 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分工化 是 对对 虽然所有半导体都来分工化 然后现在连IC设计这一块也在做分工化 因为IC这一公司只要做我擅长的部分 那其他相关的部分就请别的IP公司来服务我这样子 了解 那种概念 所以基本上IC的设计越复杂 对 基本上这个功能越多嘛 所以这个当然IP需要越多 但我觉得其实七零帮我们分析了大概有三个点 我觉得是可以细细谈 其实刚刚讲 因为AI晶片很复杂 包括28奈米所需要的IP的数量 5奈米所需要的IP数量 搬好多倍 对 其实这一期的财讯707杂志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如果以28奈米的制程里面 一颗晶片大概需要的IP是87个 但如果到了5奈米制程的开发的晶片 它的IP要达到218个 对 倍数成长嘛 而且金额更夸张 金额更夸张 对假设你要做晶片 然后以前可能只要5000万 一个28奈米大概是 对美元大概5000万美元 这开发金额大概5000万美元 对开发成本的金额 然后现在 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会这么发达 就是因为要做AI晶片 对 所以AI晶片的成本需要到5亿美元 5亿美元 其实这个数字当时我有跟清零在double confirm 因为其实这个金额真的蛮吓人 代表说其实到先进制程这个领域 不是每个人都玩得起 对玩家真的太少 对那也代表说能够卡进这个领域的 基本上获利应该会很可观 对非常可观 对好这是第一个 就是说当这个AI晶片的先进制程 需求越多的时候 对IP的需求也越来越跟得多 第二个我觉得也可以请清零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很多的像Google Amazon 然后这些微软 都要开自己的晶片 对 是不是也为IP带来新的机会 没错 延续刚才讲到 现在就是要开发AI晶片 能够玩的玩家 就像刚才讲的CSP大厂 微软 亚马逊 Google 对 然后要不然就是 你就要用原本的NVIDIA 或AMD 所以基本上玩家就是这些的 然后就是这些厂商在做AI晶片 然后因为AI晶片 它不走过去的X86规格 对 然后也不走安某的系统 所以他们就要开出个 属于新一代的晶片 专属 专用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 形容词特殊规格的 叫做ASIC晶片 ASIC晶片 对 ASIC晶片 然后这些厂商 它就会投单到台积电 然后为什么 都要投单到台积电的 因为是 只有台积电有 5奈米或7奈米以下的 行程制程 没错 没错 就是台积电大厂是最大的受惠者 但我想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 其实这些大厂 它要自己做自己的专用晶片 基本上也是为IP带来新的机会 对 过去可能IC设计公司 它是自己做自己的晶片 但它现在客制化的需求出现了 对 所以IP的需求也更加增加了 对 没错吧 然后我就讲一个 我们现在股王四星 就是最大受益者之一 所以它的股价会涨这么快 原因就是 它帮亚马逊做ASIC晶片 它帮亚马逊做它的专属晶片 对 然后所有法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就觉得非常值得投资 所以也是为什么 四星最近股价 其实涨得蛮多的原因之一 那第三点我觉得 就是另外一个 回到刚刚清林所说的 IC设计公司 业务变多 那当然今天也变复杂了 所以它是不是自己 也跟IP公司合作了 所以是不是也让IP的 这个业务量增加 应该是说 我觉得这有两个层面 因为这个 不要牵扯到 半导体后段制程的部分 有些它可能没有办法 搭进去台积电 对 然后它就可以借由 这些IP服务公司 然后因为它们是台积电认证的 它就说 你用我的 然后我帮你丢到台积电 对 所以它们就有这个优势 对 它有这个优势 然后第二种就是 因为它们真的实在是 现在不可能 从头到尾包到完 然后就可能就 有些部分就请委托 IP服务公司来做 做外包这样的事情 了解 所以就是说 这些厂商如果要投晶片 希望可以给台积电做 因为它的资料能力最强 它可能就必须配套 找这些台湾的IP厂商一起做 所以我们就跟着收回 或者说 我相信那些做AI晶片的IE市场商 它也想要试着投给另外两家 但是可能效果不好 不如预期 对 那可能它只好再回头 再找台积电 对 再求助于台积电 所以其实对于台厂IP来说 第一个它有新市场的加持 就是新商机跟新的成长动能 那后面呢 大概有个地利优势就是说 我们还有台积电可以合作 对 所以其实是不是对于IP厂商来说 加入这个晶圆代工的生态细圈 非常重要 其实这次我们也访了蛮多的公司 他们都加入不同的生态圈里面 所以现在市场上大概有几个生态系 其实主要就是 跟原本的IP架构会有关系 比方说Intel之前是X86的 所以它自己会组一个新的联盟 但是它现在 现在大家目标都是为了AI晶片 所以它会把敌阵营的安摩 就说你也加入过来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台湾的很多的IP 我们的墙项在后段 对 然后有很多IP厂 他们也要纳入进来 是是是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安摩 因为安摩以前是在手机上面是 独大 对 但是他们现在也因为AI晶片的关系 所以要跨入到新的领域 他们也是把所有人都叫进来 所以他也把敌阵营的Intel也叫进来 所以彼此的静和关系 又重新洗牌了一次 对对对 因为现在AI晶片算是一个新的规格 或是特殊规格 还没有固定下来 所以就各做各的 然后但是一定要用结合大家的理念 了解 第三个应该说台积电 就是在我们的强项 一直想到我们的强项是在闲进工庄 对 你要投到这边 然后因为先进制程这边有很多什么 COWAS那些 很多规格 所以有很多美美嘎嘎的IP需要去授权 所以我们这边台积电就组了一个联盟 然后你如果要投到台积电的话 请用相关的IP 会最相容 所以真的也是台厂一定要跟台积电绑在一起 所以任何人投骗到台积电去 如果要用他的先进制程 就一定要用他的IP 没错吧 对 我讲一个日本厂商好了 翻译名词叫索斯威 然后他是IP公司 他在台积电的照顾之下 他拿下很多日本的订单 所以他的市占率还蛮高 所以他也是属于台积电联盟就对了 对 所谓照顾就是说 他已经有取得台积电的认证 就是如果你要请台积电代工的话 就必须用他的这个IP 这样的概念 对 相关的IP 所以台积电一个人强 真的带动非常多的厂商 跟着一起好起来 应该说 如果你不是热三大阵营的 通常你就接不到订单 所以你一定要挤进去这些阵营当中 现在是说IC设议公司比较辛苦 第一个他有成本的考量 因为他要投片 他要包残人 对 成本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然后再加上他要买很多IP 然后最后他的客户 他也不确定 他可能 我到底可不可以打进去苹果 我到底可不可以打进去 其他的中段产品 也不一定 不一定 各况这些苹果都要自己 做自己的晶片了 对 然后IP公司现在完全都不用去 再烦恼客户的问题 他只要打进去这三大阵营 你如果去找这三大阵营 不管哪个集团 然后他就会说 这些是我不要认证过的 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真的 那这样看几乎是一个 不败的位置 没错 难怪股价 这个这么受到市场的吹捧 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理解 这样的情况 其实根据IBS的数据 全球的半导体IP 从2018年的46亿美金 到成长到2027年的时候 是101亿美元 它年复合成长率是9.13 这个比半导体 整体市场的成长率 6个percent还要高 没错 代表说这个IP的成长 真的蛮多的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讲 台厂的优势 就是说台厂在整个IP市场 因为刚刚其实清玲有讲了 IP整个产业包含IP授权 然后EDA2 跟IP服务公司 那台湾的部分 大概就是有在IP 跟IP服务的部分 其实也蛮厉害的 那虽然整个IP的产业市场里面 是国外厂商比较占多数 但在IP服务里面 其实台湾的IP服务公司 在全球的市占率 算是不错 算三成多也不错 比如说像世新就占了12 创一占了11 智原也有5个percent 那当然因为IP的范围很大 又每个人强项都不太一样 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到底每一家公司的强项 跟优势在什么地方 对 其实我们刚才也一直有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在后段的服务端 真的比较有优势 我们刚才有讲到世新 可以当股王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ASIC方面很好 然后创一的话 那不用说它就是台积电的第一张纸 对 所以它也是在很多 应该说在很多先进制程的 不管是HBN 对 然后不管说ASIC这部方面 有很多IP需要找上它 像智原就是 我们知道是 以前是联电在扶植的IP公司 所以它比较就不是在先进制程这一块 然后它主要是在成熟制程 但是为什么最近智原也可以打仗 就是它打入到安膜 然后它其中有个很关键就是 先进制程里面有个中介纸 对 这可能讲得太复杂 反正就是先进制程当中有一个东西 然后它有IP 所以 所以在先进制程里面 它又有一个新的IP 然后它要跟安膜合作 对 所以它等于就是 如果你想要进去的话 了解 对 然后像其他比较重要的 像力旺 像有3000块的实力 然后主要原因是因为 力旺有无可取代的一个IP 是什么 逻辑砍入式非挥发性记忆体 对 这一款是它独有的 而且它是IP 它不是IP服务公司 所以它的毛利率可以 很高 99 100这样子 对 如果是IP授权的话 就是单一授权 它毛利率其实很高 但如果服务的话 因为还包含头片 对 大概会降到 大概40到50左右 对 这个Range 会比较下 这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量出来的话 其实也是很可观的 对 没错 对 然后像我们这次去采访的N3E公司 它也是有独有的IP 所以它有高速歼面的IP 所以它在这一块的部分 所以它毛利率也非常高 而且投资人可以注意到 它的关键点就是 它打入到台积电 大联盟之后 它股价立刻 从几百块变成2000块 所以关键字又出现台积电 就是你可不可以成为台积电的 联盟成员 对 超级重要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要随时check一下说 那个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是有没有出现新伙伴 如果新伙伴可能就是关键字 对 投资关键字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还有个家 比较特别的金星科 因为它不是走普罗大众的规格 就是现在有个新的规格 叫Risk-Fi 对 Risk-Fi的规格 是一个有别于 安谋系统的规格 对 然后因为现在很多 比较小的厂商 希望用这个规格 能够看看可以被开发出 比较偏手机应用 或是车用领域 了解 对 不走安谋的 因为Risk-Fi是一个开放架构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安谋成本太高 改用Risk-Fi 对 所以其实在不同的系统架构下 台厂有各自的技术优势 做不同的IP 这是一件蛮复杂的事情 那我们是尽量用白话文 来解说给各位的观众听 没错 所以其实欣灵这次非常用心的 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包括从市场 到各个产品的定位 公司的定位 其实这次在台讯的7077 都有完整的介绍 那我们就解析了 这个台积电最神秘 但又最赚钱的军团 希望大家可以来多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现在进场去买 但是我觉得 对对对 在台积电供应链跟半导体产业 以及AI的市场里面 大家应该要了解这个特殊立即的产业形态 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 在听了才知道第178集 台湾人比你想象的更有钱 2024年 有钱人都在默默布局的 五大资产配置方向里面的留言 来我们请清零念一下咯 好财团好朋友 王M 王M 好 谢谢财讯 期待在座一集深入探讨 那我很感谢他们 感谢王M 给我们的鼓励 我们会持续做好 每一个专题 对没错 财讯的团队都会随着这个趋势 做最新的专题 然后来回馈给我们的读者跟观众 第二财团好朋友张Peter 他说他认识了一个议员大户 然后都是钱放在外商银行 用美元存款 贷出来买美债 这样子不降息的IR 大概也有10亿%以上 真的 非常灵活 非常灵活 可是可是我觉得要注意一点 就是因为美国好像有肥咖条款 你好像放外商会被查税的问题 然后可能如果金额太大 会不会被磕税 也有这个风险 所以要注意税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觉得资金是活的 所以大家哪里有去处 哪里有利可 大家都会想办法套利 这次我想补充一下 其实有很多人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之后 也回馈给我们说 为什么没有提到比特币 事实上比特币我们有专门做一集讨论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这个产品是有它的特殊性 那因为最近比特币跟黄金都创下新高 对 非常近 大家也很关心 那我觉得这可能跟很多大环境的资金挪移有关系 其实财讯的杂志里面都有详尽的报道 大家可以来做翻阅 第三位也请请 第三位财团好朋友 CDABALLON 然后感觉这个高资产人士的资产配置 和保险公司的配置有点雷同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就是金融顶端的那个服务 其实都差 应该是配置上会差不多 对 那个他们的理专服务人员 可能会介绍一些比较相关的东西 了解 而且保险基本上就集大家的钱 它的货也是非常大 所以它在配置上面 其实也是更敏感的 也是给大家参考的标的之一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感谢清零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彩讯的频道 并愿意支持我们 欢迎加入彩讯的频道会员 并成为财团的一份子 今儿彩讯到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